观众朋友在带您持续关心国际消息 捷克总统大选才刚结束 而现任的总理巴比斯以些微的差距输给了偏右联盟 他在选后拜会总统齐曼 结果两人会面没有多久 齐曼的健康出状况被紧急送医 而现年77岁的捷克总统齐曼是知名的亲中派 曾经批评来台访问的捷克议长韦德齐 而齐曼三个礼拜前才住院了八天 现在又因为慢性病病发症送医 目前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